《得佛杂克》 这个悠然段片段选自于 德佛杂克第9号交响曲 新世界里面第二乐章 非常耳熟能详的旋律 念故乡 这首交响曲完成于1893年 当时德佛杂克正履居于美国 他思乡的情绪和浓浓的乡愁 透过因果馆略带鼻音 且富有情感的音色来诠释 可说是表露无遗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白聊式的《罗马狂欢节》序曲 是为了他的一出歌剧 《本为努托切利尼》的第二幕所创作的 这首序曲很受到大家的喜爱 成为现在音乐会中时常被演出的曲目 这首序曲的《罗马狂欢节》 法朗克的低小调交响曲在首演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观众的喜爱 主要是因为他的配器手法在当时非常的少见 例如《英国管》这个乐器就很少出现在交响曲中 所以当时很多音乐教授与听众听完了之后就批评说 这首曲子根本就不可以称之为交响曲 但后世也给予了这首交响曲它应该要得到的正面评价 这首曲子成为了代表法国19世纪后版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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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